让我们又请第二组嘉宾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小刘二十二岁 来自陕西 学生 小郭二十二岁 来自陕西 学生 他们的感情 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 你们现在的主要问题 是什么呢 她无时无刻不在做前女友 这事明明已经过去了 但是她非要给大家来找不同款 她要是把她和她前女友的事情 处理好 我也不至于陪陪提 而且她跟她前女友已经分手了 还藕断四年 我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现在天天疑神疑鬼的 不信任我 搞得我现在心很累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怎么要跟她相处下去了 不信任还不是因为 她和她前女友的事情 不反思自己还怪气我来了 明明她隐瞒 她前男友的事 现在反倒成我的不是了 我的意思就是 现在能处咱就继续处 处不了咱就分开算了 我的天哪 这一个前女友 一个前男友的 果断 你们俩是把前男友 找来开会来的是吗 怎么回事啊 我跟她在一起言半了 她就老拿我前女友说事 因为啥 因为我前女友 她属于什么呢 我们高中是同学嘛 我们的朋友编恋人 她就是总觉得 我们之间有点啥 因为我们没有善言方式 因为我们是和平分手嘛 然后就是有一次特别 我觉得我做了点过分就是 她当时起早的时候 然后刚好我前女友 给我打电话 我就接了 就聊了四多分钟 她就是为了一个小时 认为我说什么不该说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事吧 我确实也有点理亏 然后就当着她面 就把我前女友给删掉了 你跟你前女友分开之后 多长时间认识了她 都分开了 有一年我才认识她了 所以这一年当中 你一直在和你前女友联系吗 偶尔联系 没有联系多久 偶尔联系 也会偶尔打电话聊天吗 是的 那你们聊啥呢 都分手了 我们就聊一些日常啊 因为我前女友有抑郁症嘛 我怕她出啥事 我就跟她聊一下 她就聊了一些 我们高中那个学校 最后咋样了吗 然后她不是拆了吗 她最后要改进到哪儿 就聊一些这些问题 就没聊到什么 但是她就不信任我现在 因为他们不仅视频聊天 她还跟她前女友 就是微信聊天中 她还说 说我们俩之间的恋爱细节 就让我特别不能理解 她在外面视频聊天啊 对 然后我洗完脑出来 我就问她 你在干什么 她就说她在打视频 然后我一看 就是跟她前女友打 我就当时就跟她生气了 我当时并不亏心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 因为我跟我前女友 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因为我把这些东西 看得很轻很淡 因为我们已经分开了 我已经证实 我们这段关系 已经是结束了的 我们就是很普通 平常朋友聊天 我也没有什么怕 她知道些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当着她聊 在她洗澡的时候聊 不是因为她洗澡聊 是因为洗澡的时候 刚好她给我来了个电话 我就接了 你前女友知道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知道 她也有见男友啊 你俩真是好样的 行 那因为就是这个事 她现在开始对你不信任了 对 她现在就不信任我了 她现在就特别过分 她就是天天查我的水帘记录 然后查我定位 我人对个人隐私 比较注重嘛 不单是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做也有错的地方 所以我让她查 但她每次都查不出来啥 特别是最过分的 就是我上课的时候嘛 因为我上课比较认真 我听讲 然后我也不看手机 然后她就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我不回 消息轰炸 直接给我来个99家 然后就通过各种墙啊 各种朋友 竟然来联系我 然后下个时候 我都震惊了 我一看到 我赶紧给她回个电话吧 我就说着 然后一回 哟 把我拉黑了 我就特别地无奈 特别是还有一次 我跟朋友去聚会嘛 我前面也给她说了 然后聚会的时候 她就又打电话 一个小时的聚会 她打五六个电话 然后我朋友就在那调侃说 其实我现在还没结婚 就被人管上了 我就感觉特别没面子 然后我感觉 现在脸上挂不住 因为你和前女友的这个事情 就是你有告诉她 你们现在还在 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我觉得这个告不告诉 其实也没有什么 太大必要吧 这事当然得说了 所以我后面也说了 那后来你还继续 跟前女友联系吗 后面彻底删了 我就彻底没联系了 彻底不联系了 对 因为我觉得男人嘛 必须说到做到嘛 然后事后 我们就对这个事讨论一下 我就说 这个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我不会再提 我前面就 你也不要再提 咱这事就过去了 然后当时是和平解决嘛 然后需要就是事后 她还各种阴阳怪气我 明明说这个事不提 她还非要提 当时我记得 我们一块去商场吃火锅嘛 点个原样锅吧 然后她又说 那你前女友不是 最喜欢吃原样锅嘛 怎么不把你前女友 叫过来吧 然后我当时其实挺诧异的 然后我也不敢接话查嘛 我知道她 这时候她知道 你已经把前女友拉黑了吗 对 她知道了 我当时她面山的 然后她又说 就说 要不再点个瞎滑吧 反正前女友也最喜欢吃的 多点点吧 一会儿 她怎么对你前女友 这么了解呀 因为我之前确实 给她说过一些牛的事 因为我正视我的关系 我坦白我不怕 被她知道什么 您和她聊 您前女友聊得这么细 她喜欢吃什么 吃的方式是怎样的 全部告诉她 没有 我就是说 她喜欢吃什么 然后就是说 之前我们在一起 然后去哪儿玩之类的 然后其实没说什么 那姑娘 你现在在生活当中 你是对她这种的 时时处处都特别地紧张吗 就是她因为她 和她前女友的事情 我就特别不信任她 是啊 她身边要是出现一个女生呢 比如一起走路啊 上学的女同学的时候 你就会心里面 咯噔一下是吗 会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那种 那种感觉的 我问一下 关于前女友 她有欺骗过你吗 她没有刻意隐瞒 但是她也没有 特地地对我说 不可能 她不特意对你说 你能知道得那么细 连她前女友吃鸳鸯锅 爱吃虾滑都知道 就是她前女友的事 单独说了 但是她和她前女友的事 她没说 就继续和前女友联系 她没说 不是 我就完全无法理解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 有必要跟现女友介绍 前女友吃鸳鸯锅的时候 喜欢吃虾滑 咸的 我无法构造这么一场景 咸的 就是当时比较生气嘛 然后我就随有说了 比较生气 这你都不吃 我告诉你我前女友爱吃虾滑 这叫生气 这叫稚气啊 所以我当时就是 脑子不在状态嘛 比较傻就是 姑娘你怀疑 嘴里没个把门 姑娘你怀疑她 你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吗 除了她说的 给她定位啊 电话轰炸啊 我记得还有一次吧 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 然后她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人 就是想着可能会打扰别人嘛 然后我们两个就准备去找一个空调室 然后她呢就说她要回去拿一下东西 然后她在去拿东西的时候 我正好就看见里边有个女生 就坐她对面 然后我完了之后我就怀疑 我就说她们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就问她 我说那女生是不是跟你怎么怎么样 她又生气了 不知道她是怎么想 她又对我笑了一下 我就特别纳闷 我跟你说话你笑什么呀 就特别不尊重我 然后我就给了她一巴掌 正常地跟她讲话 她又在那儿笑 她说心里没有鬼 她笑什么笑 这个事根本就不是她说这样子 她当时可不是那么问我 她当时是这样的 这女的谁啊 介绍过来认识人什么 是不是一新女友啊 我觉得这世界上 是不是全部女的 我女朋友了 我老婆了呀 她这么说什么意思 然后就特别可笑 我就笑了一声 她在大型广播下 就给了她一巴掌 您这个笑是正常的 一巴掌是不正常的 对啊 我就觉得很不正常 我觉得她特别不尊重我 特别不理解我 完全因为我前女友来 各种阴阳怪气我 我觉得这些事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要一直拿她来说事 因为她没过去 但是我们之前 是你过去了 她没过去 我插句话成吗 为了你们的心理健康着想 从长远角度 我建议二位分手 我到这儿已经看出来 这已经快病态了 我看见我男朋友坐那教室里 坐了另外一个小姐姐 然后 这是不是你认识她 这怎么联想的 这已经逻辑思维 已经有点反射了 被迫害妄想争议 然后突然之间 我的男朋友冲着我诡异的一笑 就是那诡异的一笑里面 这个大家去想 这个场景有多让人惊悚 然后我过去 啪 你不觉得整个这过程 已经逻辑失去 正常反射了吗 所以出于对二位 心理健康长期的担忧 我建议二位选择一个 积极阳光向上的生活方式 咱们说前男友吧 前男友又怎么了 他前男友事 他还没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 他属于一个啥情况 就是当时我们在逛街嘛 然后我们走着走着 然后就遇到我一个好哥们 然后他就过来跟我打着 但他给他打着特别热 我就很诧异 跟他有关系嘛 我就说 没啥事你就走吧 后面就有一次 他就又叫我们聚餐嘛 然后说我不去可以 他必须去 我就特别纳闷 因为还是挺欣赏他嘛 因为他也没做过 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然后我就没有选择怀疑他 然后事后我就说 改天大家兄弟再聚一聚嘛 不到改天的时候 我就给你打电话 然后每一个都就是不约 就是有事 然后终于就是有一个好哥们 然后把一切就告诉了 就是说 我当时才知道 那个男的就是他前男友 我当时都特别震惊 而且他前男友在饭店桌上 就是说我是个翘强脚的 然后说他 当时脚踏两只船 拿他当北胎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名誉就全受损了 而且这件事 就是因为他当时瞒着我 不告诉我 我才会这么被动 您的现任和您的前任 两个人是好哥们 你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 因为当时他在街上 打招呼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 他们俩是好朋友 就算我想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那也就说 当天打招呼的时候 你前男友才知道 原来你跟我哥们好了 所以你跟你前男友分手 是因为他吗 不是因为他 太巧了 对 你分手了多久之后认识他的 快一年吧 要不是他不瞒着我 我就不可能这么被动 然后我们名义就不可能受损 男生之前你有问过他前任的事吗 对呀 我不好奇 我没问过 没问过 那你不好奇 那他就没有对你有什么 反正过去也翻篇了 但是他可以不说 不是 他没有问过 所以我没必要主动说 对吧 这个没问题 前男友和现男友比 前男友的优点 可能高一点吧 前男友比他高 然后呢 然后没什么了 因为前男友他 他人品不怎么样 你俩除了前任的问题 还有啥其他的问题吗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我因为作业上的问题 就被老儿批评了嘛 然后我就跟他倾诉 我就想让他哄一下我 结果他非但他不哄我 他还在那儿一直说我 他就说 那这明明就是你的问题啊 老儿批评你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我就觉得 我想要的情绪价值 他根本没有给我 还有一次就是 我在路上我就问他 我说你喜欢我什么呀 我以为他会跟我说 我喜欢你什么呀 什么什么就跟我说 结果他来一句 你虽然不聪明 也不是我的理想型 但是我还是想 跟你在一起的面 这种话我根本就听不下去 这哪有对女朋友 说这样的话 而且我以为一开始 他又不喜欢夸别人 然后他还当着我的面 夸别的女生 因为我们俩 一直就在一块嘛 我们俩正在路上走着 然后那个女生就过来 就跟他打招呼了 他就说这是我同学 你不觉得他长得 就是很英气嘛 而且我感觉他还挺聪明的 我又特别生气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是他误解 我就是喜欢夸别人 但是我绝对不是对他有意思 除了这个前男友的事 让你不爽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 你觉得在你心里面 是有过不去的考 有一次我们约会 然后我就是齐天龙去载他 然后他就在车上 就是守不老 我这各种挠我痒痒 然后掰我手 我这个人因为对交通那种 特别敏感嘛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时候出过两个车祸 我六岁的时候 当时就是跟一群大朋友 一块出去玩嘛 过马路的时候 就特别紧张 特别害怕 我就闭眼横利心 过去 然后被车撞了 骨折了 之后就我十一岁的时候 我就是从姑娘车上下来 我一踩地儿 我就被撞了 但那次撞得没啥事 人家及时刹鸟了 我就是腿崴了 但自从之后 我就对这种交通啊 骑车开车 我就特别的敏感 我生怕有时候就 我走路上 突然又被车撞了 然后他根本就 不把这当事 你的心理阴影 他不理解 对 我心理 他根本不理解 我的心理阴影 而且还有一次 就是我拔牙 早上医院 他跟我一块去的 然后下午 给我吸气打到时候 就打我伤口 真的没轻没重 我都不知道 他是故意的 还是有心的 还是他真的 蠢到这种地步了 就是想来欺负我 所以你会在小票里面 说出那句话吗 我觉得能继续处就处 不能处就算了 所以他的态度 其实已经很明确了 你其实除了就是 他揪着你前女友 这个事怀疑你之外 在很多的地方 你也对他 有不满意的地方 你觉得他没有 那么足够地关心你 和爱你 对不对 是这样 今天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你要来的呀 对 你想让我们 怎么帮你们呢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 不要老替我前女友 因为这个事 已经过去了 然后他当然 彻底过去 再加上一点就是 我希望他不要 老是无理取闹 还有就是下手 没情没重 就是两点 咱们先来听听 其他两组 情感嘉宾 你们看他们的事 你们有什么感受吗 虽然说男生 给前女友 打的视频是不对 但是他最后吧 人家删了呀 人家就不联系了 咱们这个事 该过去就过去了 没必要一直 就默默唧唧说这事 而且交通事故 在我心里 因为我也觉得 是挺重要的 因为他确实是 自己的心里的阴影 他这辈子 都会记得一件事 他却跟你还在玩笑 还在耍闹 我觉得是特别不对的 我认为男生 和他的前女友 是坦荡的 只不过有联系 自从你洗澡 他们视频聊天 你发作以后 他已经明白 这一件事情 是会影响到 你们的恋爱的 他已经这么做了 你耿耿于怀 甚至不断地去嘲讽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 他的内心一定不好受 当然男生也有不对 你怎么可以 拿自己的女友 和别的女生 去做比较吧 这是犯大忌的 哪怕你内心 真的有这样的比较 也不能说出口啊 爱情的美好在哪里 是能够容忍 接受对方的不美好 所以使得爱情 才美好呀 所以你们两个人 我认为没有什么大问题 您这位女生 在性能的问题上 错了 男生 你对她的一种解读上 错了 大家把这一种错修正了 不是蛮美好吗 其实你们俩的出发点 你们俩互相相爱 我觉得还是有基础的 否则的话 你们双方不会这么在乎对方 但是 就是你们俩的这种方式呢 有点问题 当今生活在这个社会里 你能保证她 就只能跟你一个人接住吗 她旁边不能有个女同学 不能有个女老师 不能有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人 坐在旁边吗 如果这样你都上去 给人就抡一巴掌 还有什么可谈 这不是爱情啊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这个女孩要过不来 她所有的都这么 一神一鬼一神一鬼的 你俩彻底别谈什么了 你可以和前人联系 你们可以做朋友 但是 你既然已经选择了 新的女朋友 麻烦你处理好那些事 你没有女朋友的时候 你爱跟谁做朋友做朋友 但是你有了女朋友 你跟前人这样 就是不道德 所以姑娘说到这儿 我如果是你的话 当我发现在我洗澡的时候 我的男朋友 在和他的前女友视频 我会立刻和他分手 因为这个行为 本身就是在侮辱我 这是我的底线 我先让你又惭愧 又疑神疑鬼 我在跟所有的人 控诉你的疑神疑鬼 然后我报名 要去爱情保卫站 显得这事特隆重 但是在爱情保卫站上 我的表态又自相矛盾 我先给你希望 我希望你改 我又在录VCR的时候 给你威胁 我老觉得一个恋爱 谈到最后 起码心态应该阳光 起码让对方谈得轻松点 别跟你去趟牙科医院 都担心自己的某个行为蠢 你刚才跟我们所有陌生人说的是 他蠢到在牙医那儿干出那种事 你用蠢来形容于你的女朋友 你让对方轻松点吧 行吗 我来说说前任吧 女生前任这事没过去 男生以为前任这事过去了 多坦荡啊 连吃这个火锅的细节都告诉你 分享给你前任 多坦荡啊 我相信他在聊天的时候 也没有意识到说 我要跟前任发生什么 我对前任还有多么的留恋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 很危险的 很多和前任再次复燃的激情 复燃的感情 都是始于一种什么呀 习惯 什么习惯 日常分享的习惯 他把你们之间的事情 分享给他 前任也把他们之间分享给你 之后就会有四个字出现 叫情不自禁 在某个时间 某个机会 某个场景到位的时候 他们的旧情一定会复燃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只是现在 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而已 所以 习老师奉劝两位 在针对前任这件事情上 男生悬崖勒马 女生 你不用让他来告诉你 你们在一起是值得信任的 不要让他来说 得你自己相信这份感情 相信这个男人 听懂了没有 如果做不到 分开 否则就是折磨 好 我们来换第三组嘉宾